这个时候还有讲究啊 就是下面这边那个牙齿掉了以后 又往屋顶上扔 上面的牙齿掉了以后 要埋 埋起来 我这个讲究有上百年了 听不听来好像好厉害 而且以前啊 家里都是爸爸妈妈 负责给这个孩子们拔牙 拿一根绳绑在牙齿上 我们院呢就那种 拔在弓箭上 来 爸爸看给你射多远 弓箭 就是那绳踩那板儿端上 这么着踩着 我们这里离这个婴幼儿时间 最近的 换牙齿 王一宝 你小时候还记得那个掉牙 还记得换牙吗 记不太清了 但是我记得就是 下牙要往房顶上扔 是吧 有这个说法 但是记不清 但肯定掉肯定是掉过的 那当然 哈哈哈 不然你现在还是一口乳牙 哈哈哈